我跟他说啊 你请人家来当味觉总监 他还不干呢 你等会儿 味觉总监是什么玩意儿 味觉总监嘛 就是我看他不想来 然后我就替你撒了个谎 我说你有病 你才有病呢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你说 我看他没有来的意思 我就说你有病了 你舌头有病了 那个味觉失灵了 你想啊 一个开饭店的人 味觉要是失灵了 做什么东西 自己都尝不出味来 你都尝不出味来 顾客吃的能是味吗 顾客吃的不是味 你这饭店还能开下去吗 他一听着急了 说一会儿来看你 哎呀不行的 为啥呀 你不知道啊 啥事啊 我那黄大妹的 干了一辈子护士了 我要装病的话 她一下就能看出来啊 这个事啊 我早就替你想到了 我跟你说啊 看这位 这是啥 醋 这是啥 辣椒油 这是啥 芥末 就这些东西 一会儿他来 当着他那边 你一张嘴 全把他弄下去 一个拉倒吧 我弄进去了 他俩也白来 为啥呢 老板死了 让老板娘到着 就守活寡呀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我跟你说 你一交代我这个任务 我上他们家去之前 我就把这些东西 就这桌的啊 都做了手脚了 啥时候做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看这个 这瓶醋 现在里边装的 是跑了气的可乐 跑了气的可乐 尝尝 还真是啊 这个辣椒油 里边就是西式了的 纸葛汤姜 还真是 那这芥末呢 这芥末最好饭 绿豆糕泡点白开水 我尝尝 我尝尝 那是绿豆糕 我最爱吃绿豆糕的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怎么吃刀剧呢 你一会儿演戏还得用呢 哎 姓家 黄大妹子说不说 什么时候来啊 她跟我说 哎呀 这饭店装修得挺漂亮啊 你看这门脸多带劲啊 哎呀 哎呀 姓家 姓家她来了 你看你那份出息 你现在得装病 怎么装病 味觉实陵舌头 舌头 你舌头伸出来变哈绳 你以为你今天本命连呢 这饭店装修得这么高档 这么有品味 客人来了 老板不出来迎接迎接呀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啊 有病了 我那小店万事俱备 就差老板娘了 老什么 就差老朋友光临了 哎呀 老秦大哥 啊 祝你生意兴隆 哎呀 兴啥隆啊 我决定了 这个小店啊 今天晚上关门之后 以后再也不开了 呀 这装修得这么好 怎么不开了 我不是有病吗 哎 你这病什么感觉呀 我这病 我 我什么感觉 就没味 啊 我没味啊 大妹子 那我亲姐跟你说没说 让你来的事 你同意不同意 哎呀 现在也谈不上 同意不同意呀 你看我对你这饭店 一无所知啊 你跟我介绍介绍 你这个饭店 主食是什么呀 主食 嘎的汤 主食呢 嘎的汤 酒水呢 嘎的汤 你掉嘎的汤锅里了 哎 你说你亲妈整点包子 饺子 面条啊 什么叫嘎的汤嘎的啊 为啥开嘎的汤 你不懂吗 大妹子 你怎么就 不理解我的心情呢 嗯 我不因为这嘎的汤 我就能想起了 三十多年前的你嘛 咋就我是嘎的汤啊 舌头没味儿 嘴跑偏 不是你这病得有多严重啊 哎呀 老严重了 大夫说了 要想好最少得俩疗程 两个疗程 也行 那我就来帮帮你 反正也没几天 一个疗程十五年 妈呀 我当了一辈子护士了 啥病一个疗程十五年呢 来来我给你看看 不是那个大妹子 你吃饭没啊 嘿呀 我上饭店来了 我在家吃饭 我有病呢我 太失贵了 大妹你等着啊 我正好熬了一锅嘎的汤 我给你盛一碗就 不是这有啊 这有 我大妹能吃狗剩一碗吗你 哎 不是你这 不是你快点啊 我还挺饿的 哎呀马爷 这这 男同志就是心粗 你瞅着桌布 铺成啥样了 哎呀我跟你说呀 这家里头要没个女人呢 就是不行 你看看你看 这啥呀这是 真是 哎呀这咋子 挺好个台步 哎呀 哎呀立正呢 是吧 咋样 铺立正呗 这还有个盘子是吧 哦对了 我咋给忘了呢 是这个吧 哎呀 哎 这多好啊 客人来了 心情舒畅 汤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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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子 赶紧趁热喝吧 我可就不客气了 别客气 别客气 味道不错